GYP娱乐这一次是真的豁出去了 他们让自己的新人女团NMAX背水一战 和布拉萍一起回归 此次NMAX的主打曲DAS描绘了NMAX正面对抗敌方的干扰 将NMAX不断的前进的冒险与游戏相结合 GYP直言NMAX的回归新曲将以不同寻唱的音乐性 强化大众对NMAX鲜明本质的认知 此前由于NMAX出道曲偶遇了 所以此次的回归对他们非常重要 GYP对新人女团的信心很足 直言NMAX将继续与7Jazz 7Vocal,7Vidual的全员Top阵容的面貌 展现KP实力派欣慰的强大存在感 此次NMAX的主打歌DAS依然是拼接风 这是因为该女团的定位 就是MIX Pop风格 这是将两种以上的音乐风格 融合在一首歌里的风格 说是可以让人同时感受多样魅力 想必以后NMAX的所有歌曲都是这个风格 说实话NMAX出道失利和拼接风无关 就是单纯的出道曲质量差 就像人家Aspot Next Level就很火 也是拼接风作品 所以GYP这一次一定要把握好 回归兴趣的质量 可以说NMAX此次的回归 就是背水一战 期待NMAX的回归兴趣 爱的韩社 每日解说最新韩语 欢迎赞和订阅哦